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爱丽斯的Channel 今次与大家行营地街市附近和关前街那边 这一天是上星期六 接着由大三巴去到喷水池的一条片 这一天爱丽斯走了好多街 都要分三四条片去出 希望大家不会觉得隔得太久 来到这里时间已经是下午的六点半钟 好多的当饭都已经收了当 在营地街市外面都有一些当口 一条就是这里的公局新市东街 另一条就是前小小的公局新市街 我们就会由这里开始走 都很久没有走过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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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鞅里面祖开大厨 就是这些街市鞅里面的山洋 就是说店鞅里面周益很高 鞅里面的小小的一切 比如说店鞅里面的小小的家 跟我说店鞅里面的小小的家 在镜蝶上 大概是你不可以 than起碰到餐游的小小的家 我们已经找到老公 有点这么多的地园 这一切都很困难 走到這裏,轉出去行營地大街。 營地大街全長310米,是澳門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如果轉左,一直去就是新馬路的方向。 之前和大家走過這裏,提及過這裏是大街。 有觀眾問,什麼不是叫營地大街嗎? 我上網看了少許資料。 原來官方的名字叫大街,後來才叫營地大街。 是源於這裏曾經是軍隊紮營的地方。 但軍隊紮營這個說法有3個。 1個曾經是明朝軍隊紮營的地方,用來限制葡萄牙人活動。 2個在英法戰爭時期, 英國藉口協助保護澳門免受法國入侵, 強行地在這裏住宅。 3個說法在19世紀初, 由於海道橫行,清政府曾經住宅兵營在這裏保護居民。 1976年, 端林在這裏保護時期的地下調。 info北上也在這裏保護契林市區。 今天對峙版本次為營地大街。 全大街並選不好的。 旅行公園跟轉車。 黃地圓中石城。 現在有4個主要是建立很多裏。 以及空間大山。 大陸駕駛 裏面的建築仍然保存得好好。 大家又懂不懂得這裏呢? 如果知道的話不妨留言告訴愛麗絲,知道更多。 庫安已經收鋪了,左邊有許立記百貨。 對面那條是高尾街,上回去便是大聲工糧茶的位置。 前往對面馬路,我們便看看剛才走過一段較多舊舖。 這裏上去會是呂窩廟。 來到關前街,便和大家走個圈。 關前街這個名字,是源於以前曾經管理澳門對外貿易的海關。 現在這一帶已成為一條特色的老街。 有車行的這條馬路是關前後街。 而埋邊關前正街,稍後會和大家走。 看了少許資料,知道關前正街的起點與營地大街連接。 是以前洋人與華人社區一條非正式的分界線。 亦是雙方進行貿易的繁華市集。 當時營地大街叫做澳門大街,也叫做澳門街。 由此知道這兩條繁華熱鬧的街道, 對當時澳門社會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在叫做澳門街,也叫做澳門街。 在這間公園的經驗宣傳, 要是在這裡。 在這間公園裡。 當時在這間公園裡。 在這間公園裡。 通常了。 在這間公園裡。 不想找到。 對,我們是在這間公園裡。 到這間公園裡。 我們在這裏過去對面行大關斜行 天氣都開始入夜,燈都明亮 這裏是晉秀圍,以前和大家走過,這裏都開了很多特色食事 左邊上去就去大三巴 沿路出去,繼續走關前街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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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